大家好 今天讲什么呢 讲一个我自己误导的一个理论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老子道德经 然后里边有这么一句话 说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后来我就琢磨这个三生万物 到底是什么概念 为什么三生万物不是二生万物 也不是一生万物 也不是四生万物 而是三生万物 可以这么说啊 有一天我误导的这一点 是从哪开始的呢 是从这个三国演义 这个这里误出来的 为什么是三不是二 也不是一 他这个理论呢 其实和《易经》里边这个理论是一样的 说是道生一 就是先有什么叫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一 两一生四相 但是为什么没有说三呢 我想像这样呢 道生一 这是说这个 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一开始 从一开始 一个世界 一个世界 一个人群 一个范畴 一件事 一个公司 一个家庭 一个人 这些都是一 以一为基本单位 然而一里边呢 又生出二 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一不会是完全的一 它里边必然会分化出不同的东西 分成二呢 你像这个 一个世界 那就可能是 有 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 然后有 南方和北方 这种 这种分 这种分类吧 然后呢 世界上的所有东西 都可以分成二 就是阴和阳的概念 这些 这些大家都是 也可以理解的 内和外呀 这对比来说的 长和短呀 这种相对概念 都是属于二的范围 三呢 其实这个三呀 这个三是 二里边产生的一种 变化 就是 比如说有两个人 这是一个二的概念 但是三是在哪呢 有可能是外来的 就是说 出现第三个人 或者说是 二也是可以内在的 就是两个人 有三种意见 第三种意见 就是两个人之间 可以产生第三种意见 还有就是 还是举这个 三国的例子吧 你看 三国开始是一国 开始是汉朝 汉朝末期呢 这个军阀一割据 就变成了 大大小小的势力 大大小小的势力里呢 就是形成相对的 这种 对抗啊 合作呀 这都是二的概念 当然了 这个总体来说 应该是说 有多个 多个 多个主体 但是多个主体呢 根据形势发展 既可能是 相对的 也可能是 合作的 这种 这种关系 其中呢 最后呢 会产生 最多会产生 三五势力 就像这个 未属无 这个三个国家 形成鼎立之势 这样呢 互相 谁也 挤不倒谁 这短暂的形成 一种这种 稳定状态 但是呢 这个 三呢 又产生 互相互为 这种 可以引起变化的 这种第三种因素 你看 如果是 卫国强大的话 那么 蜀国和吴国 就必须联合起来 才能保证 不被人家 个个击破 但是呢 他们俩之间的 互相 不能吞并 也互相 互相打起来 他们又怕 卫国来吞并 他们俩 一键双雕 这时候呢 就大家就 互为三种因素 互相 计较之势 就 就很稳定 但是呢 慢慢变化来说呢 为什么最后 又变成异国了呢 就是 就是因为第三种因素 在里边起作用 然后逐个分化 逐个这个 瓦解 最后 把这个 吴国和 蜀国 全都变成异国了 三家 三家 三家归进了 都变成这个 司马师一家了 就是说呀 那么为什么不说有四国呢 你看这个 欧洲历史上是这样 欧洲历史上是主要是三个国家 主要是三个国家 英吉利 他不自己不认为 他是欧洲国家 他认为 他对欧洲是有势力影响的 但是他不算欧洲国家 他 他觉得他自己就是第三种势力 在这个 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 法国和德国之间来回的这种纵横百合 谁强大了 就联合另一方 把削弱 削弱这强大的这一方 始终保持这种军事的这种状态 他就是第三个因素 他自认为他应该也是第三个因素 但是你说欧洲只有这三个国家吗 也不是 这还有很多小国 南边西班牙 意大利 葡萄牙 北边这个北欧各国 这都是 还有还有东方的这个 像这个斯拉夫的这些国家 那国家很多 但是最终呢会形成 联合 联合起来会形成两种势力 两种对抗 你想想最后就形成了这个 像二战的时候就形成了这个 轴心国和这个同盟国的这种 这种对抗 最后还是归于二 二呢 还有三 为什么还有三呢 这个三 就是 一是这里边其中的有些 改变的东西 就比如说有些国家 改变自己原来的这种政治方针 和了另一方去攻击 第三方 这种情况呢都是 我觉得都是属于这种 三的影响 你看一群人也是 一个公司里会有 比如说对于一个政策 会有一种想法 也可能有相反的另一种想法 有人保留想法 然后呢 还有可能是领导 看领导是什么想法 这是这是 我觉得领导在这就可以作为 第三种想法或第三方因素 比如说对待 对待同一件事有两种看法 所以有同一种看法 就大家一致看法的时候 这种时候不是没有 但是很少 但是这时候呢 一致想法的时候 如果下属想法一致 领导想法一致 那就是一的概念 如果说领导想法不一致 和下属不一致 那就是领导和下属的 这个对立关系 就是二的概念 如果下属之间有对立的话 那就看领导选择在哪一边 或者他是第三方的这个势力 可以平衡两方 或者说是倾向于某方 压制某一方 然后那个在这儿起作用 这就是三的势力 这个如果这种三的情况 还不能最后变成了下属是一种概念 然后这领导是一种想法 这种出现这种对立的时候 如果说双方都不能说服任何一方 那有可能会引入第三方势力 或者说领导去分化 在下属中分化 分化出一种第三个第三种势力 然后来改变这个这种这种这种情况 大概呢 这个理论就是最后你能用三分法来分这些东西 当然了有可能会变成二的这种状况 也有可能最后变成一的状况 但是怎么说呢 都稳定 但也都不稳定 因为它在暗暗的产生出这种 从一到二 从二到三 或者从三到二 从二到一的这种 这种变化的趋势 它是慢慢在演化的 没有一种状态能恒久持续 只能说是 看你从哪方面看 你都可以分出来 它是一 是二 是三 都从中都可以有一二三的这种这种东西 只是你看的这个侧重角度不一样 一个国家 它可能会有 有几种情况 就是 领导层和民众 这是一个对立的概念 然后这个 某种政策拥护不拥护 又是一种概念 或者还有第三种概念 第三种政策的这么一种 一种 对立 呃 然而又会产生出 一个 影响 当时的这个 因素 就是整体概念的这么一种 一种新因素 这也是有可能的 嗯 不知道这么说 大伙儿能不能明白啊 反正就是 呃 如果你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问题是二 是一 或者是有三 这种这种这种可能 你就 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分析和 去想解决的办法 或者想改变的办法 呃 三种分析法吧 不叫三种分析法 这一种分析法就是 从一到二到三 或者从三到二到一 呃 你是怎么引入这个 这个平衡因素 第三种势力 第三种 第三种元素 第三种权重 我觉得都是可以改变当前这种 呃 稳定状态 或者是对抗状态 或者是合作状态 呃 就看你怎么善家利用 这个东西 我觉得 看个人悟性吧 有的人可能能领悟的多一点 有的人可能领悟的少一点 呃 最直观的 您 您就可以去看看这个 这个美 呃 这英英英德法的这个军事 欧洲军事这一块 然后中国这边呢 就是三国 三国这个都是 都是比较比较直接 大家可以想象的这种 从一到二 从二到三的这种 这种状态 嗯 好 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吧 有什么新的想法 以后再跟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